本台记者秋晨8月20日洛杉矶报道 8月20日加州上诉法院暂停一项对网约车公司即Uber与Lift的判决 法院原要求网约车公司把公司的司机作为公司雇员对待而非独立承包商 法庭的这项决定是为了避免两个网约车公司20日午夜起终止在加州的运作 两个网约车公司的部分司机20号驾车在洛杉矶国际机场举行示威行动 支持法院的判决 上述针对网约车公司的裁决是加州一区上诉法院做出的 随后两个网约车公司威胁停止在加州的运作 Lift公司20号发表声明称将于20号午夜终止在加州的运营 8月20号有约150部Uber与Lift公司司机驾驶员的网约车 在洛杉矶国际机场举行了示威行动 司机们要求公平待遇支持法院做出的判决 在2019年加州通过了5号法案AB5 要求网约车公司将其司机视为雇员 并保障雇员的薪资与其他福利 此外也要保障他们在工作场所受到保护 网约车公司则表示 如果按照司机们的要求 公司的运营将完全停止 而这实际上会伤害到司机们的利益 即司机们必须在固定的时间上下班 而不是像现在这样 司机想合时工作就合时工作 网约车公司表示 如果按照司机们的要求 许多司机会丢掉工作 而且也会影响到对顾客的服务 加州总检察长圣地亚哥洛杉矶 旧金山市的检察长 曾在针对Uber和Lift 两个网约车公司的诉讼案中表示 两个网约车公司错误地 对其雇员进行了分类 让司机们无法得到福利 如司机们无法行驶 获得最低工资的权利 他们享受不到修病假的权利 也没有失业保险金与劳工保险福利 8月10日 旧金山的法官史库尔曼 做出了对两个网约车公司不利的裁决 但对其裁决保留10天 以待两个网约车公司上诉 两个网约车公司提出了上诉 并导致了上诉法院20日的最后一分钟的裁决 暂停法官史库尔曼的裁决 8月20日 在现场组织游行的司机代表凯尔表示 如果网约车公司在加州停摆 司机们所受到的冲击会很大 大家马上会失去工作 他说新冠疫情让他们无法工作 已让司机们遭受了不小的损失 从纽约来洛杉矶的旅客索尔曼表示 这是他第二次到洛杉矶来 加州的公交系统不发达 若没有了网约车服务 他不知该如何是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